神爱是人,源自西方,圣经中的约翰福音 仙侠剧,长月尽名坐标东方 神爱不爱是人,都不影响神谈恋爱,改叫仙爱剧也可以 男主但台尽最后成神了吗? 和女主黎苏苏是不是世间为二真神? 详情尽在下文 长月尽名但台尽最后没成神,成了魔神 虽然也带了一个神字,但是重点是前面的魔字 都天生魔胎了,这个魔神当不当,不全凭但台尽个人意愿 黎苏苏是神女,但不爱是人,天崩地裂谈恋爱 童话但台尽变成恋爱脑,也是一种救世的方式 因为剧情需要,什么大爱,小爱冲突是不可能冲突的 但台尽为爱护苍生,包括黎苏苏内在,结局舍己为人就完事了 先门师父赵悠给但台尽起了个新名字叫苍九民 快要下线的时候,竟跟徒弟说大实话 为师时间不多了是一句 同碑道已经开启了是一句 还有什么三界即将生灵涂炭一类的 苍九民是真不懂,同碑道为什么不能终结 很捧场地开问 赵悠都铺垫到这儿,总不能说话说一半 大饼给苍九民化得妥妥的,魔神与同碑道同生共灭 先门弟子苍九民无能为力,只有魔神但台尽能将其关闭 苍九民含泪咽下这口大饼,终成魔神 完了,还自我破,如果这是唯一的路,便一条道走到黑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他永远都是但台尽,还有苍九民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也不知道是谁立下的flag,说绝不会成为魔神 不过,有句话,但台尽是没有说错的 无论正邪是非,宿命如何,他都可以自行选择 上代魔神安利但台尽入魔,是为了蔑视 先门师父赵悠安利但台尽入魔,是为了救世 是善是恶,再但台尽一念 选项已经给到位,最终决定全留给但台尽 黎苏苏眼睁睁看着但台尽变成魔神,麻烈溜了 回头一寻思,好像有哪里不对,又双若灼去找但台尽 但台尽这边正搞魔戒,世事大会呢 洗脑洗到一半,经见黎苏苏,就把人留下,举办了婚礼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时代没有part这种东西 但台尽是把婚礼当派对办的 这都第几次了,人间主题,天界主题玩过了 最后玩魔戒主题,本质上不还是婚服秀吗 原著小说《黑月光》拿稳逼剧本 但台尽最后秀完了,说好的和同悲道一同毁灭 祸祸祸的同悲道都悲剧了 自己在人间漫漫浪,魔狱不回,老婆女儿不养,没事折腾烦女子 不主动,不退婚,就吊着,格局从来就没有 女儿跟寻回犬似的,引着黎苏苏寻到但台尽 但台尽一开始还装失忆呢,之后举办了派对 不是,是婚礼,才不装了 黎苏苏审女不飞升,托家带口回了魔狱 但台尽最后的称号不是魔神,是魔君,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迎接但台尽的也都是一群妖魔鬼怪